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742天 乌克兰情报局证实在马古拉威武海上无人机的帮助下 第13集团的部队摧毁了俄罗斯的谢尔盖、科托夫大型巡逻舰 并发布了相关视频 至此,俄罗斯黑海舰队四艘巡逻舰仅于一艘 还算有个胡伦申了 马古拉威武海上无人机 我们曾经介绍过,它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如监视、侦察、巡逻、搜救、反水雷、海军保护作战任务等 是全球唯一款有实战经验和数据的海上无人机 去年马古拉威武亮相国际国防工业博兰会 引起了很大关注 俄罗斯两大军事博主都正式看 谢尔盖、科托夫大型巡逻舰被乌克兰无人艇击沉 地点在克制大桥附近 俄罗斯网红发布了俄罗斯导弹会见 谢尔盖、科托夫号在克里米亚被击毁的细节 该舰负责保护克里米亚大桥 乌克兰无人飞机轰炸了克制大桥 该舰发射所有的导弹 击落了40多架无人飞机 在弹尽粮绝之后 100米长的大船挺身堵住了乌克兰三艘无人艇进攻 以身殉职 感人的故事 这个博主的煽情帖子至少说出了一个事实 乌克兰的目标的确是克里米亚大桥 我不怀疑他们最终成功的可能性 没有海军的他们赶走了俄罗斯黑海舰队 空军微弱的他们创造了14天内击毁15架俄罗斯战绩的辉煌战机 乌韩人是不会屈服他 未来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回到战场上来 过去24小时乌军在多个战区发动小规模的反击 塞福尔斯克巴赫木特前线 乌军正从铁路线以东的维伊姆卡向南推进 东部前线乌克兰人在塔巴夫卡发动了攻击 具体情况未明 阿尔利夫卡前线 乌军在市区西面的多个地点展开反击 战斗非常激烈 在一小片土地上 俄罗斯士兵的尸体随处可见 根据初步的消息 乌军重新进入了托嫩克定居点 还将俄国人推到了更远的位置 阿尔利夫卡也有战斗 具体战况未知 目前乌克兰的重型无人机 正在打击通往托嫩克 阿尔利夫卡和比尔及其的俄罗斯补给舰 乌军第47旅 在撤出阿富地乌卡焦化场阵地后 移尸斯特波沃伊的阵地 仍然是俄罗斯人最头疼 最惧怕的部队之一 昨日47旅 用极数弹药消灭了一个俄罗斯步兵群 乌克兰陆军航空直升机 也出现在了阿富地乌卡前线 看起来是俄罗斯战机 被打得不敢出门了 总体而言 阿富地乌卡战区的危机 已经基本解除 齐尔基斯的做出调整 看起来效果不错 俄军的重点 仍然在新海利夫卡 昨日俄军再次出动机械化纵队 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取得进展 注意看地上的弹坑 过去一段时间 这里的战斗十分的激烈 俄罗斯方向 在比尔格勒德地区 古布金村附近的一个燃料储存库 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过去一段时间 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的目标非常明确 一个是破坏铁路运输线 一个是不断的袭击石油 天然气基础设施 打击其经济命脉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1200架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军的一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被击毁 这应该是第一个 被确认摧毁的海马斯M142 此前俄罗斯宣布过 不下30架海马斯被他们摧毁了 国际刑事法院已对俄罗斯远程航空司令 谢尔盖科比拉什和黑海舰队司令维克托索克洛夫发出逮捕令 这两份逮捕令是因其指挥的部队 从至少2022年10月10日至少2023年3月9日 对乌韩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导弹袭击而发出的 在此期间 俄罗斯上述两个部队在多个地铁 对乌韩众多发电厂和变电站进行了袭击 国际刑事法院网站在报道中 还特别强调了对平民的过度的附带伤害 或对民用物体的直接攻击 乌韩总统泽连斯基对此特别发垂表示 我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决定对俄罗斯远程航空 和黑海舰队指挥官发出逮捕令 他们被指控在2022年和2023年 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轰炸行动中 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每一位下令袭击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 俄罗斯指挥官都必须知道正义将会得到伸张 每一个犯下此类罪行的人都需知道 他们将被追究责任 国际正义需要时间 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 确保所有谋杀乌克兰儿童 妇女和男子的俄罗斯野兽都受到惩罚 肩带或柜门上的任何星星都无法阻止他们承担责任 德国战机即将驻扎拉脱维亚并巡逻波罗的海领空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空军已经接管了波罗的海三国中的 拉脱维亚的利尔瓦尔德军用机场的指挥权 11月底六架台风战斗机和大约200名的德国士兵 即将驻扎在该基地并执行波罗的海领空的巡逻任务 该次巡逻至少将持续9个月 图片在布拉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捷克共和国总统彼得·帕维尔认为 可以向乌克兰派遣欧洲军队 但不能参加战斗行动 帕维尔还表示他和法国总统都坚信 欧洲应在帮助乌克兰和阻止俄罗斯继续侵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使得捷克成为第五个赞成向乌克兰出兵的国家 马克龙则在讲话中解释了有关他对于出兵乌克兰的言论时 说到乌汉战争是谁挑起的 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是谁用核武器进行威胁 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你们所有人都应该转向他 看看他的战略极限在哪里 而不是在我们必须每天都要面对一个什么都不在意 并发动了这场战争的人 还不断的被要求解释我们的极限是什么 小马的这番话说的十分的在理 就像我此前说过的 对善良的总是苛求 因为不用担心会被伤害 对凶恶的总是退让 因为害怕报复 马克龙最后还敦促盟友 不要成为懦夫 全力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入侵 我们即将迎来欧洲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 我们必须不要暗切 战争已经回到我们的土地 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每天都在扩张 变得咄咄逼人的国家 每天都威胁 要进一步攻击我们 我们必须不辜负历史和他所需要的勇气 武汉总统办公室的消息 乌克兰和西班牙之间 已经开始就双边安全协议展开谈判 据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空军已经接管了 波罗的海三国中的拉脱威亚的 列尔瓦尔德军用机场的指挥权 德国战机将会负责波罗的海三国的领空巡逻防御 很明显 北约正在整合成员国的军事力量 为某些事情做准备 今天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将军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比拉什和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发出代表令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比拉什出生于1965年4月1日 俄罗斯武装部队中将 案发时担任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司令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出生于1962年4月4日 俄罗斯海军上将案发时担任黑海舰队司令 两人曾指挥所属部队使用空机和海机导弹 对乌克兰各城市发动袭击 军队直接攻击民用目标的战争罪负有责任 同时犯有危害人类罪 法庭认为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他们对上述罪行负有个人刑事责任 他们共同实施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 下令实施犯罪或未对所属部队实施犯罪行为进行控制 很多时候恶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好人不作为 恶人会把好人的容忍和善良看作软弱可其 进而变本加厉作恶 但是只要好人团结起来 恶人必将遭遇到本就该属于他的可耻的失败 现在看起来好人在逐渐清醒 也在逐渐团结起来 恶人的时间不多了 最后就以圣诞快乐 劳伦斯先生中的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战报吧 远方仍有一堆篝火 在为酒后之人燃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裕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找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带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裕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见